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汗钱的项目是如何顾五官闪六将的 抵制 和我一起抵制 要正义还有一点点面子 此微博已经发出受到很多网友分享 点赞 留言 有人会问 崔永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的朋友是这样形容他的 郭德庚 只有好人才抑郁 陈萌 目前中国没有一个主持人能超过崔永元 他是对于任何一个事物 有自己的价值观 有自己识别的方法 有自己表达的特性 财境 他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 在这样的夜里 一直醒着的人 广大网友们 你们继续支持崔永元老师吗?